11月21日 男星杨旭文更新社交动态 官宣新剧半暖时光定档的消息 新作品将于24日开播 杨旭文在另一平台同步更新帅气视频 还原海报上的侧脸表情 为新剧宣传造势值得注意的是 杨旭文社交账号上次更新已经是8月1日 上一部播出作品《北折南原》过去有半年时间 半年内杨旭文再度有新剧开播 网友在线表示期待吧 好久没上了 沈侯终于让你出现了 以后多营业啊 遇到你 等到你 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 期待我们沈侯 四个月内杨旭文没有宣传新剧或更新拍戏日常 喜欢他的粉丝一直催更 终于他带着新作品来了 与此同时 杨旭文工作室更新动态宣传新剧 工作室的更新频率同样低 仅在双十一当天晒出BOSS的帅气进照 几乎每个月才有一条更新 官宣新剧定档消息后 网友对杨旭文的期待仍然很高 人气不减 希望他能够再度翻红 杨旭文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2014年出道拍摄影视作品 与迪丽热巴等有过合作 2017年因饰演新版《射雕英雄传》中的 郭靖一角被观众喜爱 静哥哥圈粉无数 可谓是机身当红流量 近几年杨旭文的事也平平 一度遭到外界抵制 各种原因想必网友是知情的 2017年赵本山最美女徒弟任娇被爆坠楼身亡 警方调查任娇是因醉酒意外失足 奈何杨旭文却一直深受流言蜚语的影响 任娇全裸尸体被发现 坠楼前天和任娇同时现身酒店的便是杨旭文 监控中显示他们是相识的 一时间引发网络热议 事情过去四年 杨旭文人气大不如前 2017年任娇坠楼案发生后 不堪外界的热议 杨旭文工作室发声明辟谣与事件相关 同时否认其他传闻 杨旭文呼吁大家不要以讹传讹 请求大家尊重逝者 杨旭文接受警方调查时 称自己在房间睡觉并不知情 任娇方同样称坠楼案是意外 与他人无关 奈何却没有打消大家对杨旭文的热议 杨旭文每次露面拍戏或者宣传新剧会遭到部分网友抵制 坠楼风波过去四年 杨旭文人气和口碑急转直下 四个月没有任何宣发 对于艺人来说其实事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杨旭文对于任娇意外离世感到痛心 与此同时希望大家明辨是非 相对之便 尽管 大叶旨 四个月 百 vídeos 大叶旨 短 大叶旨 羊旨